平淡是生活的主线,精彩是人生的点缀,我们无法回避现实的平凡,更无需沉迷在对未来的幻想,很多时候不是命运不幸,是自己不够努力,越积极乐观越勇敢面对,好运就会来,只有勇于低头,并能清醒认识自己的人,才能够在人生波动浪股间向傲风云,慢慢人生路,值得追求的东西实在太多,可是不会。 一种心境,想开了,看大了,结果也就不那么重要了,对有的人,有的是,无需太过执着,世界放手,人生将因此而不同,事实如其局,不执着才是高手,人生没有完美,幸福没有满分,当执着成为负累,放手就是解脱,有苦有的的人生是充实的,又成有败的人生是合理的, 有的有事的人生是公平的,人生坎坷不平才有价值,有赢就有输,又成就有败,有的就有失,要成就必须去承担,要光明必须接受黑暗,要置业必须去付出,是间任何一件非凡之事,必有超强陷进和苦难,神窝中淡定从容者必至远,生命中遇上的每一个人, 全是我生命中的老师,为我上人生每一刻,一粒棒,一杯水,一个笑话,一次感动落泪,这些都能让我秉略人生,当你勇敢面对生命,你能立开山屁石之后,相信我,有一天你回头再看,展现在你脸前的将是天大地大,海阔天空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感谢观看